美国总统当选川普正式上任后将颁布紧急状态遣返非法移民 其中优先遣返的对象包括吴正的中国服役年纪男子 带您来看到律师分析 日前 美国保守派组织在社交媒体说 川普上任后准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并调用军队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 11月18号 川普回应道 这是真的 川普也曾说 为遣返超过1100万无证移民 他将引用1798年的外敌法和1807年的暴乱法 部署军队到边境 而优先遣返的对象 包括法院下令驱逐的无证移民 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 以及中国兵役年龄男子 川普总统动用军队来帮助实施大规模遣返 我想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 但是要说明并不是说军队跑到别人家里面去抓人 而是说军方在为递解的这个后勤方面提供各种人的支持 比方说关押 比方说驱逐 但具体在抓人这方面应该还会是运缺的工作人员来实施 川普多次在竞选集会上说 大量中国非法移民入境 很多是兵役年龄的男子 他质疑中共可能在美国建立军队 我接触很多走线的 我相信确实有大量的中共的这些军方人员 潜伏不到美国来 在美国各地 或在我们的媒介啊 都有大量的这些军方人员潜伏下来伺机而动 因为有些人替止他是兵役年龄 或者当过兵 实际上他们对中共也看透了 他们到了美国来也是为了逃离中共的迫害 美国还是应该收留他们 但是这里边混杂了中共的特务 美国应该严格地区分他们 然后给他们支出出救 新唐日电视台记者李韵秋月 王彦强参望报道